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 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地区 击退乌方进攻 乌方称 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 击落了多架俄方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 俄军在酷皮杨斯克 热烈别茨河等多地 打击了乌军人员和武器 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 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地区 击退乌方的进攻 当地战略性道路 仍在俄军控制之下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过去一天在巴赫木特 索列达尔等地击退俄方进攻 另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 乌克兰军方称 乌方在尼古拉耶夫州 击落了多架俄方无人机 俄罗斯别尔哥洛德州官员11号称 乌方炮击导致该州部分电力设施受损 2000多人断电 乌克兰利沃夫州官员当天称 该州有两座电站被俄方摧毁 根据乌方11号的消息 美国最新向乌克兰提供的 四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已经运抵乌克兰 当天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称 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